河南周口有座日军炮弹打不倒的古箭主,日寇为何当场下跪祭拜?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抵日寇侵略的伟大战争,无数中华儿女抛头颅撒热血,粉碎了清华日寇旺图,灭过中华的狼子野心。 在国人英勇抗日的过程中,发生了很多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,无数先辈因烈视死如归,与日寇同归于尽,的壮烈曾让日寇淡寒。 曾经有这么一座古箭柱,被日军轰了十几发炮弹竟然安然无恙,还把日军吓得下跪祭拜,他到底是啥来头? 在1938年,清华日军大规模的进攻,或中原地区河南的时候,包围了一座古城,发现城中有一座高耸的建筑,怀疑是我方重要的军事指挥点。 日军一声令下,炮兵开始对这座建筑狂轰乱炸,连发了十三发炮弹的日军发现,这座建筑竟然还是安然无恙,屹立不倒,甚是奇怪,在场的日军都直接傻眼了。 原来这十三发炮弹不是被卡在树上,就是被卡在别的地方,反正都成了哑弹,没有一枚爆炸,如果说一枚炮弹成为哑弹,倒没什么奇怪的,其就其在十三发炮弹竟然都哑火了,这种概率比中六颗彩的概率还要低上几万对吧? 因此,在破城以后,白思不得其解的日军,第一件事就是去一探究竟,结果不看还好,一看都立马下个半死,当场集体跪拜谢罪,这是怎么回事呢? 原来这座古城就是陆毅,位于河南省诸口市东部,和安徽省郝州市相邻,陆毅是个有非常悠久历史的古城,如果从下,商时期算起的话,距今已经有四千多年的历史了,也有过很多的名字如真元,明禄,新元等。 据说,古代这里有很多迷路,真正开始叫陆毅这个名字,是从元朝时开始的。 在日军十三发炮弹轰炸,下安然无恙,他那座建筑是名道工的老军台,这些古建筑的名字都差不多,一般人也没什么印象,但是提起道德经,提起老子是位古代的大思想家、哲学家,应该都不陌生了吧? 他也是道家的创世人,被称为太上老军,陆毅是他的老家,老军台这里据说是他当年修行生鲜的地方。 深受中华文化影响的日本,应该对老子或者说太上老军并不会陌生,再加上发生这么离奇的事情,难怪当时日军会下得赶快下跪谢队了。 后来,日军还派了一个班的兵力在这里日夜守护,以示敬意,这还不算完,当时发炮的日军炮手,在九十年代,再一次专程来到这里跪拜谢罪,还专门从日本空运了一块碑粒在这里,以示对当年侵华的忏悔。 如果现在去路易那里旅游的话,在老军台的那些建筑上面,还可以看到,当年被炮弹轰炸过的痕迹和没有爆炸的亚弹以及日本人立下的碑。